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下面的部分 输入比如98765 然后结果就是35 把它print 出来 可是问题要怎么样 把它个别每一位数抓出来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能要牵涉到一个问题 输入A 之后 你如果把它print 出来就98765 但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呢 把它一个字一个字个别拿出来的话 像那个刚才有问到 Eseo 里面当然有 left 有 mid 用 mid 一个字一个也可以 但问题在这边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这个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输入的是文字 特别是不能转型 你如果假设要把 A 的第一个字抓出来的话 你可以记得后面加个中瓜符 A 后面加个中瓜符 然后里面输入 特别是它所影值从零开始 所以第一个字的话你一定要输入零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抓的是 假设98765的话 它会去把 9 给输出 所以我执行品给各位看一下 想要执行 我这边输入什么 98765 然后呢把它print 出来的话 它会得到 9 这个问题 这个 9 的话一定是 9 的字串 特别是有 也就是说 我输入之后的话 它没有转型 所以是 9 的字串 那我取得这个字的话是 9 的这个 文字 所以如果你要来计算的话 很抱歉不行 除非你怎样 把它用 int 转型 就 OK 了 所以应该可以懂 关键的地方 所以也就是 第 0 个字的话 那就是 9 然后一直留个 1234 那我只要怎么 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抓出来 另外还牵涉到一个问题 那我要怎么知道说 到底 它这里面有几个字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可以 如果我想要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字的话 那我可以用一个函数 叫 len 这个 len 其实跟那个 也是有那个 一样 Len Len 就算它的长度 就 legs 就是 它总共几个字 所以如果我今天假如说外面包一个什么 lx a 的话 那我假设输入是 98765 的话 Enter 它 leg 应该几个字 5个字 有没有 意思就是它告诉我里面几个字 诶 那 5个字喔 可是问题它的所影值喔 所影值的话一定从0开始 所以这个是 0 1 2 3 4 那长度是5 这可能要有概念 因为很多同学常常常都会 这个地方会转不过来 我去主要就是因为 它的 所影值是从0开始 那我们 一般习惯 是从1开始 所以这个比较麻烦 这个地方如果你可以转得过来的话 那应该就比较没问题 好 那接下来 城市该如何赚钱 重点来的 OK 首先的话呢 一样 我们 一样会有个input 一样会有个output 可是output的话 等一下这个地方可能要改写 那一样会有个加种 有没有 偷偷偷偷上 所以一样会有个ns 预设值等于0 因为它不是乘 我没有0 因为它是等于加 那我如果说我要把它每个字一个字一个抓出来的话 那总共有几个字呢我不知道 所以我可以写一个for i inrange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写来写去好像都蛮像的 然后range的话呢我从0开始 这个range指的是所影词 从 逗点 到哪一个字呢 当然呢理论上我们应该是01234 那5就停下来对不对 当问题以后不见的一定都是5个字 因为它后面有那个 别的 有35啦有一个字的有多个字的 那所以这边应该怎么样 把它改成len graph 放个ae就可以了 记得这个地方 不需要再什么把它加1 前面不是a加1 你加1反而多一个 就错了 特别注意 为什么刚好是 到5 因为01234 5就停 5就没有执行了 就刚刚好 所以有的时候以后我要抓 所有的字 那边就0 豆点l1 就可以了 大概是这样 那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字串 是有点把它当串列来用 所以中瓜阿胡前面我们好像有讲过 中瓜阿胡就是串列 也就是字串本身就是一个串列 OK OK所以我们直接把 它里面的字一个字一个字提取出来 OK 那正来后面加个冒号 然后Enter Enter之后的话要累加 怎么累加 所以呢我们就 这个Ans 等于什么呢 Ans 加上那个呢 之前加i嘛 可是现在是加什么 加那个字 那个字呢 我们可以用那个字怎么表示 A 中瓜阿胡 里面放个什么 放个i就好了 有没有 所以他这个i如果带给他0的话 那就刷9 带给他1 那就8 带给他 2那就刚好7 有没有意思类推 0 1 2 3 4 刚好就9 8 7 6 OK应该可以懂那个概念吧 对 我还没讲 但是呢 他过来的东西是一个9的一个字串 所以呢如果你有累加一定发现错误 不能转 所以怎么办呢 外面在包个什么 RNT 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 数字之后 所以最容易发生错误应在这里 有没有 先抓第几个字 抓到之后再来转型 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卡在这里 先抓哪个字嘛 然后把它转成数字 为什么要转数字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 我刚才特别强调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这个概念有的话 以后你要应用在别的地方上面就比较轻松了 因为工作上很多常常遇到这种状况 比如像网路爬虫 爬网路上资料 可是你要爬 一堆嘛 但你只要那一堆里面的其中一部分的资料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所以 类似的方法 他们做好了 做好之后累加之后把它print print的话呢 那就是把这个ns 直接print出来 先试试看好了 到这边如果ok的话 那最难的部分应该就ok了 那把它执行给大家 比如说 98765 Enter如果是35 那第一关就过了 有没有看到35了 ok 如果没有bug的话 哎 但是问题 他最后其实他输出不是要这样 所以最后他输出成什么样子 还有吗 这个sum of all digits of这个没有 然后呢总共会有一个变数 两个变数 所以一般习惯是这样 我会用format 记得吧format 1 先把这一串先复制 没有啦 考试的时候没办法复制 要自己打 你就把它打在哪里呢 打在这一个printer的这地方 printer asia 先这样 printer 然后 两个 先给字串 把资料先打上去 打上去之后呢 把这个变数 跟这个变数变成大瓜糊 如果说他不需要那个什么呢 他如果不需要转那个 那个什么呢 转换成小数点第几位的话 那你就给大瓜糊就好了 好 那这个大瓜糊其实只是说你要把那个变数塞进去而已啦 好处就是以后你不用转型了 反正你就是一个萝卜的坑 后面的话就加一个 点 format format 就是这个变数 然后呢 因为这边有两个 大瓜糊 所以你要给两个变数 两个参数啦 第一个参数的话是 这个是放什么 放a嘛 所以你就把a 的值 放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放什么 放加总结果 所以斗点 这个就放什么 ns加总的结果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 我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前面也有 做过还蛮多练 这个format 非常好用 以后的话 很多一串的字串 尤其是你那个字串里面有很多个那个变数要放的话 我还蛮推荐你用format 不然的话你要 把那个东西放进来讲它这个数字的话 那里面要再一直转型 一直转型 这我觉得很麻烦 W-O-format完全没有转型 一个萝卜的坑嘛 你看几个你就放几个 这招非常好用喔 尤其以后你要跟爬虫结合的话 或AI结合的话 其实都会用到类似的概念 那像我们后面其实还有 我之前跟各位讲 这个证照是最 Label 最低的 上面还有那个 网路爬虫的 然后在上面还有AI的 所以那这个有点像爬楼梯一样 你要一接一接上去 如果你这个Label 你没有办法学好 你要想要爬上去 跟各位讲很抱歉 你一定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因为 后面东西 都是从前面的基础 衍生出来的 OK 因为不管任何城市 一定都会有回圈 我跟各位讲 一定要跑个回圈 不跑回圈 你写城市干嘛 OK 好那写完之后 最后来看一下 应该这样OK了 把它执行 然后一样 把他那个 这有个语法错 后面刮我们来扫 后面再扫后刮 好 因为我刚这个 抽讯他跟我讲说 这个语法错误 他没有 他跟我讲尾巴没有 OK 执行一下 好那 98765 Enter 三某 OK 一个两个 记得空白位 空白也不能少 以后你们在考试的时候 我前面强调了 你只要那个空白还没打错 我想应该 考过这个 考试其实我觉得还蛮简单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第一期还没 这题还没完成 因为后面还有什么 跑几次 OK 来试一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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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